释迦牟尼只是一片黄叶 善会禅师上堂说 平日里老僧说 目睹释迦牟尼只是如同一片黄叶 佛教经典只是老僧作剧 祖师玄只是破草鞋 宁可赤脚不穿最好 你可以掌握的处事、智慧 禅宗反对迷信权威 主张佛在自心 故善会禅师这一番上堂说 正是宣传佛旨 佛经中有黄叶旨题的典故 是说父母为是小孩不哭 便拿骗黄叶给小孩 骗他这是黄金 小孩信以为真 果然不哭 等到大了 自然知道黄叶不是黄金 还了黄叶真面目 禅师把释迦牟尼看作是一片黄叶 也是指神圣的佛 只是引人求无真理的一种权益手段 一旦得了真理 那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奉佛若神明了 禅师把禅宗祖师的所谓 一直着做是破草鞋 认为还是不穿为好 就是反对迷信祖师 要人扔掉拐杖 独立思考 务求真理